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怀沙所为害过的两个人 一个是1990年已经先世的于平博 另一个是如今已到冒铁之年的周汝昌 两部红学著作将三个人的命运牵连在了一起 文怀沙 唐力出版社主编 有人说他是两部著名红学研究著作的幕后策划 功不可没 也有人说他是将红学家引向灾难的始作俑者最不可脱 余昌波比我大 后来我们就是兄弟相成 我是小弟弟 那么这个周汝昌先生比我小一点 实际上他虽然自称是我的晚辈 实际上我是从来不喜欢摆这个老辈架子 我最讨厌人家把我当老辈 那我要跟他做朋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在文化部工作的文怀沙 兼任着上海唐力出版社的编辑职务 他为唐力出版社主编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刊 文怀沙尝试着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 而此时余平博也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同学专家 余平博是余毕云的儿子 这个时候余毕云先生病了 后来死掉了 死了余平博没钱 买这个父亲 他就找我商量 想借一点钱 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后来我也没钱 当一个月拿六块钱 官兵一样的 为了安葬父亲 余平博听取了文怀沙的建议 以稿费之名 向唐力出版社预支了二百万元 购置棺木 一个棺材大概是八十万 或者到一百二十万 那么总而言之 这个商事办 办完了以后 二百块钱 二百万得再要还 余毕是愁了 他说我的文章加起来不到两万字 这个时候没法印 头脑灵活的文怀沙 想到了余平博早在1923年 出版的红学著作《红楼梦变》 他建议余平博在旧作基础上 加盖相应文字重新整理成书 并将新书命名为《红楼梦研究》 就摆在我的古典文学研究重刊里面 作为重刊的一本书 那么出版家不敢 到底有个条件 要不你写序 你写序 因为我在解放初期 民生还是不坏的 特别是我的作品 可以介入到工农兵的 国家纪的刊物里头去 对一些旧知识分子策磨 1950年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戴新 思想改造是那个年代的文化主流 古典文学的理论研究 显见于当时的主流期刊 由于和国家纪刊物 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爱卿私交度身 文怀沙的一作《九歌》 得以在人民文学发表 此事在当时的学术界 引起了相当的关注 也许正是为了利用这样的关注 出版方要求文怀沙 为于平博的新书写序言 我肯定这部书 我说这个于平博研究《红楼梦》 说头线的 头线的经历 不下于前家之主旨 对于这个精确的研究的考据 他把研究中国这正式学问的考据之学 引进到对一部小说的研究里头 而我们呢 有很多革命家 在五四以后有一阵风气 有人主张全盘西化 乃至于有个说 把现状书扔到毛房里去 极左的人有一个风气 这是一部分人 还有一部分人呢 这个报产首却 要么就是报产首要么就是极左 要么极右 那么我称这两种做学问的人 叫新旧学旧 于平博呢 他是红楼梦研究有这么一个意义 是对新旧学旧的抗议 我把他打扮得蛮革命的 1952年9月 红楼梦研究由上海唐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中保留了于平博1923年 红楼梦变的主要内容 同时增加了六篇新作 红楼梦研究出版后 短短一年多就印制六版 总印数两万五千册 创建国初期学术著作 发行之最 1953年于平博进入中国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 红楼梦成为他最主要的研究课题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呢 我是从宏观上把握 它是封建社会 几千年封建社会的 一个婉歌 微信地说 或许文怀沙将红楼梦 预作婉歌的说法 本身就隐藏着一种不祥之气 沉醉于红楼研究的于平博不曾觉察 头顶上有一片音域已经开始悄然凝聚 1953年9月5日 35岁的周日昌 受到上海唐里出版社的一份包裹 打开包裹 他眼前一亮 六年辛苦 终于凝聚成一本沉甸甸的红楼梦新证 掀开枫叶 周日昌发现 自己这部著作的主编和作序者 都数着同一个陌生的名字 王尔 那时候我化名叫王尔 三红王 尔道的尔 说是有一个 有一个礼法师 经常到宫里去礼法 这一礼法回来就没有了 就死掉了 那么后来叫他谁去 这个礼法师就很紧张 其中有个聪明礼法师 叫他进去 进去以后他跟国王礼法 当然要把王冠拿掉 拿掉以后发现两个耳朵很长 是驴 国王是个驴啊 哎呀他吓一跳 这个局 哦他明白了 因为国王自己这个阳相 他为了他的虚荣 所以这个只能进去 礼法师就把他撒掉 要什么就割出 拼命拍马屁 即拍马屁之人事 用得国王飘飘然 国王礼法师 他说现在给你两条路 一条路你绝对保密 因为你懂得我 是沛一通凡侠 如果你传出去了 我要不仅杀你 把你满门你的耳朵都杀掉 你要保持沉默 每个月来跟我立法 那么达成了协议 这个又另外呢 你只要同意这样做 我给你一个口袋的金饼 于是乎这个理法师 变成是国家的富豪 但是他不敢说话 这次就晚上都怕说梦话 泄露了这个国家机密 他怎么办呢 他就得了股障病 平常不开口 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来 他天蒙蒙亮啊 就跑到那个没有人的山上 挖了一个坑 对着坑里讲一句话 国王的耳道是驴子 说完了把它一埋回来 肚子就消了 懂吗 既成了富翁 又把病治好了 我的王耳是这么来的 如果将文桓沙 对于红楼梦研究的策划 比作一次物理变化 那么对红楼梦新政的改造 则具有化学转换的某些特质 1953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大规模建设即将到来 在文化部工作的文怀沙 同时兼任着上海唐力出版社 编辑的职务 那年春天 周如昌刚刚完成了名为 《红楼梦新的考证》的书稿 他满怀期待地将作品 寄给开明书店的叶胜桃 然而他判回的是 没有被拆阅的退稿 这让心灰意冷的周如昌 百思不解 因为胡适之有一部书啊 叫《红楼梦考证》 所以它是很明显的这个书名呢 是继承胡适的道统 这很忌讳 因为在我们 中国共产党看来 有两个最可怕的敌人 一个是文一个是武 据说是毛泽东讲了 这个无有蒋介石 文有胡适之 就胡适之那一句 那跟胡适那一块还得了啊 那你就这个阶级路线有问题了 甚至于怀疑你是文化偷 那基左思潮下是很可怕的 那么所以我晓得这个年轻人 比我小一点 那我要跟他做朋友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 通过引荐 周若昌来到了文怀沙家中 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大他八岁 如师如掌的朋友 我说你的书 我来跟你出版 就是名字要改 改成《红楼梦新政》 甚至于有时候不能 能避免就避免 不能避免上台加一个头衔 这个是我写的 不能怪周若昌 叫妄人胡适 狂妄的人 那么这当然很不公道 但是当时为了要出版这个书 我也是用心良苦 如果骂我的人 说我饥冠酸尽 周若昌的《红楼梦新政》 是新红学的集大成之作 他几乎设计了有关红楼梦的所有问题 堪称对以往红学研究的一个总结 为了使书的外观与其内在质量匹配 文怀沙邀请了著名书法家 沈尹墨提前封面 请著名画家肖成华 绘制《红楼梦人物图》 极短的时间内 《红楼梦新政》即售出一万七千多册 1953年年底 远在美国的胡适 也收到了这本牵挂多年的学生的著作 与此同时 《红楼梦新政》出现在了中南海毛泽东的案头 不久后 一篇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文史折上的文章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将文怀沙于平博和周如昌的命运 牵连在了一起 1954年 正当文怀沙周如昌和于平博 尚在回味《红楼梦》研究带来的喜悦与陶醉 一场远远超越学术 即将波及全国的风暴 已经悄然灵 9月1日 山东大学学报文史折上 发表了一篇名为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 两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年轻人 李希凡和兰林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全面批判了于平博 发表于新建设杂志上的文章 《红楼梦简论》及其维新主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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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江青找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托 希望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这篇文章 当邓托将李希凡和兰林修改过的文稿 递交上级部门审批时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即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 扣住了稿子 那毛泽东大陆就借这个东西 关于《红楼梦》的批示 这两个有福福有生气的年轻人 用新的观点碰这个资产阶级老爷 这居然蹲不出来 我们的共产党人 他的党性哪里去了 1954年10月16日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封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被送到中共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手中 1954年年底 一场超越学术层面 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 批判胡适资产阶级维新主义思想的运动 全面展开 有这有这种 我们拿了一些 那是用的很浮浅的马克思主义 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眼光 来探红楼梦 那么我们当然不到家 毛泽东厉害了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阶级斗争来看了 怎么 也有四大家族 正好彼赴这个被灭亡的救中国的四大家族 那是蒋宋孔臣 那么这里是贾家 血家 王家 齿家 他整个笔幅之中阶级都这样 1998年 曾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资料17年的徐中元 出版了毛泽东评点五部古典小说一书 书中专门提到毛泽东对红楼梦新政和红楼梦变的不同看法 对于前者颇多赞赏 对于后者 毛泽东圈批了50多个问号 许多意见不合 由此 于平博周汝昌和文怀沙先后被卷入风暴之中 近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中》 批评于平博思想的就有近100万字之多 但是于平博这个人啊 他脸皮 他不是那么敏感 他在家里唱昆缺 我问他 平博你怎么样 他说天天报上有我的名字 我自从有历史以来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显赫 懂吧 天下何人不是于平博 用报纸脑袋灯他 他也有点沾沾自喜 在于平博看来 《红楼梦》仅仅是一部让人还有所玩味的文学作品 他无法理解 一部为了筹措费用安葬父亲 而匆匆拼凑的《红楼梦》研究 怎么会牵扯到复杂的阶级与政治运动中 与于平博相比 同为红学学者的周汝昌 却渐渐意识到红学研究所触碰到的政治含义 《红楼梦》密切联系 并反映了康英前三朝的政治斗争 绝非一部只是讲述 大户人家寻常故事的普通文学作品 周汝昌明感 周汝昌比较小心 比较胆小声 1954年 一声惊雷使周汝昌几乎双耳失聪 1966年8月 文革开始后 文怀沙入狱 不久 于平博和夫人徐宝逊 对赶出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宅 一起下放到河南 1969年 周汝昌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 后下放湖北劳动改造 一年后 一份来自周总理办公室的特调令 将周汝昌又调回北京 于平博文怀沙也终于熬过劫难 每每念及往事 文怀沙至今唏嘘不已 日升月落 心意走转 弹指一挥 四十多年过去 今天当我们旧住从独的时候 早已布满历史封城的往事 又逐渐清晰起来 文革结束后 相关部门将旧宅归款于平博一家 然而直到1990年于平博去世 他再也没有踏进过老宅的院门 周汝昌始终醉心洪穴 时有著作问世 文怀沙曾说 曹雪芹做梦也没想到 他的一把心酸泪换来了后代某些红学家的满指荒唐言 而文怀沙自己又何曾想到 当年为了帮助于平博筹集藏妇的二百万元而改编的一部洪学著作 竟然会引发一场持续十余年的红色风暴 荒唐的有旗帜是一支文言 这个《红楼梦》你把于平博搞出来 又把这个周汝昌引出来 而且周汝昌你还跟他伪装 你要写信给周汝昌 谈胡适字把它去掉 要做一种车流性的改变 要以便这个著作能撤白 就是你在搞车磨画车 你在里头阴一套羊一套 一方面在那里好像你是国家干部 一方面你把这个有很多机密的事情 告诉我们这个一些自由青年 这个事情闹得很大了 我没想到一个余芬波一个老爸爸 一个棺材买棺材去收了两百万块钱 就是现在两百块钱 造成的疯狂就这么严重 那么死作用者是你文怀沙 你有什么功劳好严 那么于是我文化大革命 我是受到冲击 关了我十年 1966年 文怀沙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被打入山西省林坟监狱 一关十年 文革结束前 有人奉命带话给文怀沙 要他亲自写一份认罪和效忠的文书 可以出于为革命立心功 文怀沙以藏锋手法写下七绝一首 立志誓死不做文学奴才 某人拥前呢 文字约很厉害 啊 豢养了很多文学奴才 包括有才能的文学奴才 例如记下来 当年啊 监口 魏焰湖 当年呢监口把嘴边 很害怕 提到胡适之 对不对 大案冤魂撞地图 这个冤 你的冤魂也多了 一起到这个什么 跑到这个 这个天安门那里游行的 那些鬼来了 撞地图 撞灾 撞灾 活着于天 无可倒啊 你得罪了老天爷 祷告也没用 梦花不予海上哭 是吧 我的梦里它是新鲜的 跟那个沧海商田的 不跟它一块哭 2005年 95岁的文怀沙 在座七爵 赠予50年风雨同路的 周辱昌 梦断红楼 五十春 枯心一絮 唱方尘 齐风唤雨重重过 老去无惨 坐永人 我现在已经开始老了 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惭愧的 我做死做永者 我愿意当 红楼一梦 风雨百年 若干年后 温怀沙对周如昌讲 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人们永远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和理解它 甚至可以从中体会现实中个人命运的流转 双江以后周如昌来看过 我就谈到这个问题 我说比方说 我可以这么讲 我说红楼梦是什么样一个悲剧 也可以这么讲 我说女孩子大概有两个悲剧 第一个悲剧 不应该上床 跟人家上了床了 就婚前了 这是个悲剧 还有一个呢 应该上床 没上床 也是悲剧 应该上床 没上床 是勤吻的悲剧 不应该上床 上床的是 昔日的悲剧 我是打讲笑话 就是红楼梦啊 它可以用各种角度去看它 两本著作几分偶然 燃至红楼的三位学人甘苦长进 这当中的应该与不该 何取何从 是否也如同世间女子的思量 三位学人甘苦长进 是否也如同世间女子的思量 三位学生甘苦长进 文革结束后 关于《红楼梦》的话题 成为于平博家里的禁区 偶尔大大乒乓唱唱昆曲 是于平博晚年最大的乐趣 而今天 茂蝶之年的周如昌 几尽失明 双尔早已失聪 但他仍未停止过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 文怀沙的名字 在偶然间与《红楼》 产生了脱不掉的关系 从此 《红楼》理论的长路 又多了一段传奇 伴着百年《红楼》一起 任人评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